中华民国民法第84条规定了 法定代理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 处分特定财产时 限制行为能力人 对该财产具有处分能力 这意味着 虽然限制行为能力人 通常无法自行处分财产 但如果及法定代理人 对特定财产的处分予以允许 限制行为能力人 可以在该财产范围内 做出有效的法律行为 条文内容 民法第84条 特定财产处分之允许 法定代理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 处分之财产 限制行为能力人 就该财产有处分之能力 条文解释 法定代理人可以对某些特定的财产 授权限制行为能力人 例如未成年人 进行处分 例如卖掉 赠予 抵押等 在这种情况下 限制行为能力人 对该特定财产 具备完全的处分能力 这意味着他可以独立决定 如何处理该财产 且这些行为在法律上会有效 举例说明 假设17岁的学生小明拥有一辆脚踏车 这是他的父母为他购买的 在一般情况下 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小明无法单独处分这辆脚踏车 例如将其卖掉或作为抵押 也为这类行为需要父母 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但是 小明的父母决定允许小明 自行决定如何处分这辆脚踏车 他们明确表示 同意小明可以自由处理这个财产 根据民法第84条 也为法定代理人已经允许 小明就获得了对这辆脚踏车的处分能力 因此 小明可以将脚踏车出售给他的朋友小王 并且这项买卖契约具有法律效力 无需再得到他父母的承认 这笔交易中 法律认为小明有完全的能力处理这辆脚踏车 也为他的父母已经授权他这模作 特点 一 法定代理人的授权 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否能处分特定财产 取决于法定代理人的允许 只要法定代理人允许 限制行为能力人对该财产的处分行为 极具法律效力 二 处分能力限定于特定财产 法定代理人的允许仅限于特定财产 而非所有财产 也就是说 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对其他未获 允许的财产进行处分 仍需遵循一般限制行为能力的规定 三法律效力确保 当限制行为能力人获得法定代理人 允许后 他对该财产的处分行为 具有与完全行为能力人相同的效力 无需再经法定代理人事后承认 总结 民法第84条赋予限制行为能力人 在法定代理人允许的情况下 对特定财产的处分能力 这项规定提供了灵活性 让法定代理人可以在特定情况下 授权限制行为能力人进行财产处分 而该处分行为将视为合法有效